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蒂芬·莱文 日前出资建立六四事件纪念网站 并在全球发起了公开六四真相的行动 他在倡议书中说 2014年的6月4号是北京大屠杀25周年纪念日 25年前的这一天 中共军队受命于中共最高领导人 对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进行屠杀 全世界把这一天称为是天安门大屠杀 他呼吁世界各地的学校 大学 民间组织 基金会 研究机构 非政府组织 还有类似的实体 能够在今年4月15号和6月4号之间 大力的赞助并召集各项活动 以宣讲会 讲座 纪念游行 新闻发布会 还有其他形式纪念六四25周年 希望能够在悼念死难者的同时 让公众了解1989年的春天 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以及六四事件对后来的中国政治进程 所产生的重大意义 目前已经有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斯坦福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等名校的 上百位学者签署支持 这位历史学教授的长议 另一方面 被北京警方从加州带走的 北京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 在被拘留了24小时之后 27号的傍晚已经获释回家 胡佳当晚在对本台记者的时候表示 这次传唤他的是北京市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主要针对他在新疆西藏 还有声援王炳章 重返天安门以及天下围城 等事情上的组织和参与 而触发这一次传唤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在现实中 在网络上组织动员大量的访民和维权者 到新公民运动案的庭审现场 去围观和声援 胡佳说国宝警告他 他所有的行为和言论 都在当局严密的监控下 都有可能作为将来逮捕他的证据 那么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 许之勇日前被判处四年监禁 美国政府还有多个国际人权组织 都对这个判决提出了批评 但是1月27号 另外四名参与新公民运动维权活动的人士 仍然在北京受审 这四名维权人士分别是张宝成 袁东 丁家喜 李卫 据报道 在庭审中张宝成和袁东都强调自己无罪 而丁家喜和李卫 则是与自己的辩护律师解约 以推迟开庭程序15天 那么这使得北京当局 想要在中国新年前就结束 新公民运动系列案件的希望落空 辩护律师陈建刚 对本台记者表示 律师受到限制 无法发挥作用 这个辩护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审判也不会公正的 新公民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就是要求中共的官员能够公示个人财产 那么在去年至少有20名新公民运动的成员被拘押 从上个星期三开始 共有10人被控受审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来 感谢观众朋友